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我们今天调整一下心情 稍微严肃一点来谈一个困扰我们国家 一个非常长而且非常深的议题 叫做全民低薪的问题 低薪是一个长期 而且是结构性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处方 可以解决这个我们国家 长期以来所陷落的一个集体困境呢 过去台湾的寿星阶级开玩笑说 我们喝蛮牛 喝保力达逼 来维持工作的体力 台湾现在已经不能再靠 蛮牛跟保力达逼 我们需要一个像大力水手一样的菠菜精 让我们台湾整体的产业跟寿星阶级 能够头好壮壮 邀请三位来宾跟我分享这个严肃 但必须每天都勇敢去面对他的议题 第一位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 目前在台南市党内初选民调 依然领先的王伟哲 文贤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国民党文权会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第三位老朋友王时期 大家好 讨论之前先进一段相关的新闻画面 我给行政团队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全力以赴 改善年轻人的低性问题 不是一直以赴到尾 基本工资的调整不会停 2018年 我给行政团队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全力以赴 改善年轻人的低性问题 第二个方法 来重点新闻心理 第一个方法 不是最关键的 就是让产业顺利的升级的表现 第二个方法 就是要持续努力一些的加强 如果新闻对应高加强度度 政府也会提供一下任务支持 第三 基本工资的调整不会停 以前会社会 最有限年轻人可能是取新人的好感 这一年多来 新作人是基本工资这套政府 会社会就要变成取新人和立白 第四 有一些从事低性非典型工作的年轻人 政府有的人提供他们充分的职业 资许 提供的职业 甚至经济努力 第五 我会来自新年轻人的政府复材 社会复材 公共化的作品跟教教 想不到 我们都会权利在最后 好 回到现场 总统在去年的12月29号 在中科院发表的很重大的有关 解决低性的一些政策性的指示 我第一个挑战 我想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去看 为什么总统你一上任 就不把这个问题 列为您施政的首要的目标 而是在您的劳基法修正被相当的民间批评为是一个劳基法修二之后 你才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补救性的政策 补救性政策最大的缺点是它有一大部分的政策效益是要来弥补前面错误的政策 也就是说补救性政策它只是救错 可是对于创造新的美好的部分 它的效率可能会被救错的部分吃掉一大部分 这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 我来挑战蔡总统 为什么一开始就不做 而是在做了一个大家认为不太恰当的政策之后 您再提出这样子的政策呢 我一点点经济学的训练 对总统在这上面的说法 我不会否认你愿意改善人民苦难的决心 但是我对于你施政的优先顺序的部分 我先提出第一个挑战 容我再啰嗦一下 蔡英文梦想基本工资3万 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 他是有经济学背景的一位从政人士 他说每年调8%最快2022就可以达成基本工资3万元的目标了 对此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在早上接受专榜时表示 如果维持经济的持续成长 基本工资的调幅高于经济成长率 基本工资3万元在四五六年之内是可以达成的 OK那低性问题怎么解决 真的很困难 施俊吉表示 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赛院长都很关心低性问题 并有意在春节前后提出解决的办法 施俊吉透露 医生出身的赖清德曾以医生的角度表示 当遇到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 治疗方法有两个 一是多管齐下的鸡尾酒疗法 包括对基本工资就业等采取劝说的方式 二是针对特定的病征采取标靶治疗 韦哲你有公共卫生的背景 麻烦帮我们做一些 从医学到公共卫生到整个低薪 这样子一个概念性的描述 最后落实在低薪政策上 比较具体可以期待的是哪些政策 首先我就说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施俊吉也不是医生 他描述赖清德做一个医生 一个是鸡尾酒 一个是标靶 鸡尾酒疗法是治艾滋病的 标靶疗法是治癌症 一个是急性传染病 一个是慢性病 是不一样的 当然说主要是说哪些症候 能够对症逍遥 但是坦白讲很多社会现象 或很多社会的病征是多元的 也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现在碰到低薪环境 有来自资方的问题 有来自国家竞争力的问题 有来自劳方的问题 有来自他们年轻人 他需要的一个工作环境的问题 所以说面对多重的这个病因 当然是要有多重的治疗 不是说过去就像牢基法一样 牢基法一部牢基法 能够规范所有的形形色色 不同的行业吗 我觉得很困难 所以说也必须在 一个基本的劳动条件之下 牢基法有个基本的骨干之后 它对于各种不同的行业 以及行业别以及工作别 它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规范 这个是将来修法可以去考虑的 不过我必须替蔡总统说一句话 他在就职典礼的时候 就有提到低薪环境 不过他那个时候就讲说 低薪环境他要解决台下一片掌声 不过他讲说荣获这个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所以如果从2016年的520 到现在2018年 事实上他从2016年的6月马上就处理 就碰到第一个公运的事件 华航 华航的事件 然后现在华龙也在他的手里 还有收费员 国道收费员场 华道收费员 他也去找远通 徐玉东 徐玉东说我只好配合总统的指示 那个时候还被讲说 你为什么可以去跟企业组对话 你不对话怎么解决问题 我那时候批评另外一个角度是说 如果这个部分变成总统指示的特例 对于没有被总统指示 其他的那些非特例的 所谓有待救济的劳工 显然是不公平 所谓是个案跟整个现象的处理 都要处理 个案是已经急证了 你知道用标靶疗法 就针对个案去处理 急证是说全面性的问题说 全国都有低薪的问题 但你对低薪的问题 你要怎么处理 提高基本工资是一样的 但我们基本工资 每年提升 这不是我坦白讲 施云吉副院长是一个经营学家 对数字很敏感 但是这东西完全 不完全是一个数字问题 不完全是一个数学问题 你如果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2万2 22009 对不对 那2万2我们要增加3万 增加到3万 我们分几年 每年增8% 可以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 我对于师傅院长这个说法 我第一个挑战 我用了一点简薄的经济学 就是说如果这个基本薪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经济成长率的成长作为一个带动因素 还有其他产业别的因素 个人劳工他的一些就业的意愿跟条件等等的复杂的因素 如果齐头式的往沙拉 我当然赞成 但是我要提醒副院长 你面临的主力可能会有哪些 会非常非常 美好的政策 我绝对赞成 我常常用这张手板 大家听了可能不太高兴 我常讲 好的公共政策 不是建立在对未来上线的美好指引 比来3万 3万5万倍 不是那个 而是对当下底线的什么 拉抬跟支撑 没错 一定要拉住 所以为什么 我不好意思 在议题上 场个民进党朋友站在对立面 我们要把劳工 目前在薪资问题上 那个底线要守住 我守住啊 但是要透过加班 或是超时工作来守住的话 那等于从整体的实质薪赤的角度去看 那是变相在解薪 是减薪 所以我常讲说 好的公共政策 也希望允有我们 不要去听未来美好怎么样 我们听太多了 从国民党听到民进党 民进党听到国民党 我常觉得 未来的美好 不是不好 但是有效的公共政策 是对当下 那个让我们痛苦的底线 你要拉抬 你要勇敢的支撑跟捍卫 这点我也未来希望说 有机会再跟韦泽 做一些过去过来 来请说 非常介绍的来讲 去年在修劳基法的时候 就有人讲说 之前去年修劳基法 有几项进步了 当然可以讲 什么七天假 还有什么 说什么特休假 说半年就可以 满半年就可以有三天 以前是满 然后满一年就可以有七加一 诸如此类的 然后做一算四 就加班的时候做一算四 那时候都是想说 希望能够经过这样能够 二子劳 二老板 惯老板 说特意整员工 叫你来加班 来加班一小时 就让你回去 那又让员工 如果真的加班超过一小时的话 他可以领到四小时 可是问题是 很多人当修过以后说 我看得到我吃不到啊 就造成一些问题 现在在往回修 所以被人家认为 被人家解读为 被人家说成为 被人家贴标签为说是修二 那修善修二 哪边是善哪边饿 是进两步退一步 还是进一步退三步 这部分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简单的说 这证明了什么 很多有些年纪人是说 我要修教 我要七天假 我要国定假 有人说我要增加加加班费 所以说这个部分造成两部分的 不管是不同世代间 或不同行业间 或不同区位间 他们有不同的需求 就如同今年的加班费 年终奖金 有的企业能够发四个月 有的企业发六个月 有的企业说没有啊 500块尊胜 那怎么办呢 有的还要减薪 产业它这个公司静音不散 所以我同路有个别差异 但是我还是回到说 基本的最低的安全线 我们有没有守住 我们以后再有机会来讨论 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bomper sticker 就是那个vamba 叫防撞杆 现在比较少了 现在都是烤漆 现在轻轻 然后贴个那个标签 那种工人开的车 很反讽 他上面实际上贴 My take home pay won't take me home take home pay就是实值 实拿薪资 所以我给我1000块的 美金的薪资 扣掉那什么保险费 到负责 给我带800块回家 这个take home 但是反讽说 won't take me home 我带回家的钱 没办法把我带安 带回家去 就是说钱太少 连带回家都不行 还得再加班 这是一个反讽 我那时候看觉得说 这可能在那里要厉害 但是这几年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很多年轻的朋友 都在跟我讲说 My take me home won't take me home 这样的某种心酸跟苦处 这个国民党发言人 这个你怎么看 蔡总统这次 一路以来 他特别在这个 劳基法修认之后 他在年底的记者会 想要说 我要解决低薪问题 低薪 我跟报言马总统也说要解决 但是不好意思 我的评论也是 说得比较多 做得比较够 看起来很悠寒 是不是 是不是 当然想法跟实际有点落差 当然我觉得说 我举两个数据好了 主计处去年做的 大概年底公布 大概他是以到去年 上半年之前的统计数据 我们全台湾就业的 在三万块 月薪三万块以下的 三百万左右 三百零五万吧 那非典型就业的 包括派遣公 几乎占四分之一 八十万人 很恐怖 非典真的是 是啊 非典型就业这些 劳工中 苦难劳工中的 最苦难的劳工 是 所以对他们怎么去做保障 我还要插一下 不好意思韦泽 这你南科最多 南科比竹科多 也比中科多 我说实在我实在很难 我现在就讨论这个 不好意思 你可以打断你 所以我觉得说 蔡英文总统现在 包括他去年年终记者会讲说 要加薪五件 就说五个做法 我不认我跟主持人会 韦泽讲的不 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说 时间早晚不是重点 他任何时刻 只要在任的时候 想到要解决低薪的问题 我觉得都好事 所以他包括五件这些 提出来包括要解决低薪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等于是 拼经济的一环嘛 你要解决低薪问题 其实大 过去我们讨论很多啊 你不论说是马总统 甚至历任的总统 都是要解决低薪的问题 低薪的问题 其实回归到 他的根本就是一个经济问题 如何拼经济 解决低薪 低薪的问题 他基本上投射 他就会埋怨政府嘛 他不会怪你老板 因为老板很多 譬如说我冠老板 说你办法加薪嘛 不可怜 如果没有办法加薪的话 最后都怪到政府 所以民怨又起来嘛 所以要解决 我觉得是 政府当然 可是我们过去都在讲 市场有他的市场经济法则啊 如果市场经济法则 就有供需原则 老板不愿意给你加薪 会怎么办 所以政府是不是要有所政策去疏导 所以包括市郡吉 副院长提出来的 标靶治疗 或机会久疗法 我就说政策上 你怎么去引导他们嘛 就说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加薪啦 所以 我就来检验 蔡英文的劳工政策 当然 他蔡英文提出六大劳工政策嘛 缩短低 缩短总工时 然后低薪要解决 然后非典型就业要解决 还有八卦之灾 这些你要去处理 那一粒一修有没有解决 有没有劳机把修正 有没有解决总工时缩短 显然这个还带检验嘛 那当然那个劳资帮各有问题 可是低薪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我觉得目前提出来的做法 可能都要保留啦 你包括现在 施俊群讲的经济持续成长 如果遇到国际的问题呢 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 那我掉一下数据的话 我们包括对大陆的出口 还是四成以上啊 那你我对东南亚 现在蔡政府要持续推行的南向政策 那你这边是不是跟南向国家 包括我们东协国家 阿炫 有没有签订FTA 我举最简单的数据哦 我们目前的FTA的覆盖率是 9.6%不到一成 那韩国的FTA的覆盖率67% 那新加坡的覆盖率 FTA覆盖率也高啊 我举简单的好 FTA覆盖率 就是我们出口的税率就会变低嘛 那我们FTA覆盖率低的话 那我们出口的税金兵 爬人客丸 我们出口就是有 我们的竞争力就输人家了嘛 所以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会讲 讲出来的数据 我觉得说大家讲有想法 可是实际做法 我觉得还是有落差啦 所以我觉得需要去做检验啦 那我最后讲到 为什么过去马正姆实际的落差 就说马正姆的经济战略是这样 我需要外资来 需要入资来 来台湾投资 然后把台湾整个经济带动 那企业赚钱之后 把余余分配给一般的民众 可是这个后来设计 实际的有点落差 譬如说外资入资来 他没有投入到企业 他去炒房地产啊 炒股票啊 这事实 过去做了不好要去承认 所以现在蔡政府怎么从过去 做不好的地方去做修正 否则譬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去年上市贵公司赚多少钱 一兆台币 那这些有没有分配给一般的员工 没有啊 所以除了经济之外 低薪之外 分配的问题这些 怎么去解决 政府有很大的责任啊 否则领低薪的人赶快怪监负啊 明显刚才讲说 上市贵公司利润一兆 这个赵文恒 这个一个经济学家在台经济 他讲到一个 他有一个很重要叫 劳动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概念 叫做利润薪资转换率 就企业的利润 然后最后转换成为 劳工薪资的成长一个转换率 等下我们提供这个数字来看 台湾真的悲哀中的悲哀 云友这个陈元森 对啊 刚刚有讲 陈大哥他说这个 你薪资基本 就是说 物价要带动 对 说8%的成长 可是都每年物价是10到15%成长 所以有限的新市场也被通膨吃掉了 物价有涨但是没有到18% 没有啦 CPI没那么高 没那么多啦 CPI是有控制 对对对 我跟你讲第一个 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觉得第一个是主持人刚刚一开始的理解 是错误的 我不认为蔡英文是现在开始做调薪这件事情 他上任不到一年半 已经调两次基本工资了 那这件事情对不对 当然对 也就是说他不是现在开始 那经济要好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多重配方 每一个部分都得做 那你说他有没有在做 我觉得看起来行政院 蛮拼命在做这件事情的 包括了说我5加2的那个产业 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原本有的东西 加上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会变成一个未来的东西 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精力机械很强 加上了人工智慧之后 它会成为一个全新的未来性的产业 那个东西就立刻叫做产业升级 所以产业升级有没有在做 有在做 第二个是说基本工资有没有在调薪 有在调薪 第三个 有没有要解决投资的困的问题 有没有希望打造一个 对投资更友善的环境 看起来赖清德是拼了命在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他也不会一天开 什么油电水的五缺的那个记者会 所以有没有在拼 有在拼 第四个 陈美龄的国发会 有没有说我们的法令多数 是以保守的态度在进行 限制多 这个不准做 用民事的名列 正面表列说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等等等等 他觉得应该要修成负面的 也就是说他的开创就是多元的 就是你定了一个最基础 然后那个创造力才会有 所以法令的松绑 也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是 比较像是重重叠叠的 每一个环节 富士动员 用选举的语言来说 他比较像是富士动员法 在做经济这回事 那所以这件事情 需要时间看成果 但是现在有没有成绩 我曾经举过例子 今天的股市上了1万1 那股市上了1万点 是一个还蛮长期的 就是1、2个月的时间了 算是蛮长的 好股市 对 史上最长 那股市的指数是好的 出口目前的指数是好的 经济成长的表现 现在是好的 失业率3点多% 是十几年来最低的 也就是说现在处在一个 看起来已经开始有一些 好的成绩的状态底下 那你说要把这东西 持续的让它好上更好 当然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基本工资像施俊吉讲的 能不能够按照我们美好的想望说 每一年都调成这样 调成这样 调成这样 你下面的基础得要维持住 你要让你的经济成长能够 能够一年超越一年 国际的环境是有 但是你要把自己的体质充实起来 你受到外面的影响的 的这个病毒的侵袭 你抵抗力就会大嘛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很难做 一棒接一棒 马总统的时候有做 但是成绩可能没有 如大家预期的好 现在有没有在做 也有在做 但是大家有没有很满意 没有很满意 这个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嘛 你要一直往前进 因为人民的要求不会停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 督促这个政府 在你原先承诺的这些事情上面 竞速达标就是这样啊 OK 我开始对这个蔡总统的批评 是基于两个基本的概念 基本工资是以价格来 确保你的生活品质 是一个合理的薪资价格 2万不高 2万里 2万沙 台湾的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基本工资是以价格来保证 来确保基本的生活品质 这是一个什么 自然眼镜的过程 我认为政策只是在这眼镜过程中的一个什么 相呼相应的一个过程而已 重点是在后面这个薪资的调升低价 我一直批评我说低性 为什么到最后才有比较重大的宣誓 是因为薪资是要以价值 你个人的劳动价值 来挺你的什么劳动价格 我的劳动价值值5万10万25万35万 这个才是长期可以拉抬 可以创造个人跟家庭幸福的有效积极的作为 我认为这个部分的说法稍微慢了一点 韩国总统他说不要做功德 时薪涨16%还要缩短工时 南安总统文在寅昨天新年记者会提到 他的首要政策就是停止做功德 这个强调改善劳工生活品质与劳动环境 包括缩短工时分摊劳工负担 消除薪资差距派遣人员转正职等等 这些都跟蔡总统的一些宣誓 都有非常异曲同工之妙 我想两位国家领导都看到 我们国家真的都要面临的问题了 只是说韩国人看到的问题 我们再回来看看韩国现在的现况 文在寅的四招 缩短工时分摊劳工负担 消除薪资差距派遣人员转正 对中小的自营业者进行补助 因为他也担心说一旦自动化 新的经营效率产生的时候 人员会被替代的话 那政府要积极介入 譬如说防止恶老板恶性解雇 那包括说也要进行对一些 被烘抬的所谓营业成本的管制 包括租金 你不可以经济一好你就开始给他支付 我想我们看他怎么说 包括说电租租金上进行限制等等 我这边有一个经济日报的社论 在这个韦泽回应之前 《经济日报社论》 停滞台湾vs成长的韩国 台湾与韩国的经济成长 或持大差距持续扩大 路透社的估算 2017年韩国人的GDP 将首度突破3万美元 到达30418美元 台湾人均的GDP 则为24240美元 超距已经超过5000元 韩国将是继新加坡日本第三个 几近3万美元的俱乐部 我这边有个小手板 我稍微跳跃一下 OK 来 你看一下 新加坡 这个平塞大的国家 过去有人这样称呼他 现在是8万5千块50块的美金 日本是42,870美元 台湾现在还在不到3万块 在那边苦苦的追赶 台湾到2011年5年前 我们的年均GDP才突破2万 到达20949美元 GDP加倍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 中1万到2万花了20年的时间 反观韩国GDP加倍 只花了12年的时间 在2006年美人GDP 即突破了2万美元 到达了20693 而后2万美元成长到3万美元 韩国也只用了11年 近年来台湾成长几乎停滞 韩国已经远远的把台湾抛在后面了 韦泽怎么看 当然每个国家有他们成长的路径选择 不是说他走就走 我们走也未必适合他 但是从过去韩国跟着我们背后走 到现在我们倒过来某种程度 要学习韩国 所以实在对于台湾的企业 对于台湾的工部门 台湾的劳动者 实在都是情何以看一件事情 你怎么看 真的想讲一句话 好想赢韩国 不仅是棒球 不仅是棒球 打棒球 但是我们觉得其实过去真的必须 回顾大家历史上的今天 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韩国人不冒不肝 不誇 cash 那时候还蛮多台湾chief 留学生都从韩国买泡面 只有大 只能吃泡面过身过 就租责 有些人留学不下去 就无以为去 敢上回去韩国打工 大老板又致干既然车 但当继然车司机也有 但是我們那時候還有台灣的台資企業 想去併購韓國的一些像 現代或三星他們底下的子公司 想要去併購人家的 現在曾幾何時在2000年 2005年的時候 韓國的國民人均GDP 正是超過台灣2005年 我都還記得 那當然現在已經贏了我們 往往我們只能看到車尾燈 而且它看得很模糊 不過有點難追啦 不是不能追但是有一點 但是有一個情形說 韓國的所得分配是在惡化中 台灣也在惡化中 但是他們所得分配是比我們嚴重 惡化的嚴重還是不能 也很惡化 他們也是惡化 但是我想提 剛剛提到的16% 看到這16%是什麼 文在寅要增加基本工 最低薪資16% 然後企業要自動化 兩成的企業要自動化 四成的中小企業要裁員 他們也有他們這樣的困境 可是裁員是怎麼樣 您剛剛提到說 要創造勞動的價值 好了我自動化 我就關燈工廠 我甚至不用照明 我說機器人整天24小時 不會罷工 不會要求福利 沒有建保 不需給勞建保 我只是要給他 沾一下油定期 尋一下他的電路板有沒有壞 人家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很多行業 接下來在5年內 7年內 8年內 就要被取得 這是非常嚴重 你增加就算 好啦 我增加到3萬塊 增加到3萬5好不好 老闆說 我不要啦 我沒請人 我現在給他人了 第一線 我說銀行 第一線的實體銀行 就要收掉一堆 網路銀行取代 第一線的櫃員 就要撿到一堆 很多 ZIMBO就出來了 這個郭台銘的機器人 你就可以出來了 就可以幫你 你要什麼 你的利息要多少 這樣 馬上要幫人處理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第一線 沒有說 不需要證照 因為直接 中期所以 現在那個達文西手術 可以讓你在遠距離 遠端 這個醫師 就可以動那個 精密的手術 那如果機器人 人工智慧 經過學習之後 搞不好醫師都被取代了 部分小手術 可以逐步取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僅是機器人車 是無人車 所以我們整個 我覺得其實國家引導人 或者是政府的執政者 應該去思考 未來可能會碰到 因為這個趨勢 是無法阻擋的 你說 好啦我們就 我們禁止機器人 你要美國用機器人 中國大陸用機器人 那你的競爭力 就輸人家 所以你的趨勢 世界潮流是無可阻擋的 可是你要如何去讓 我們年輕人 能夠把勞動的價值升級 對 而不是勞動的價格 我們現在只是在調勞動的價格 好你這調到4萬塊一樣 直讓你活下去 對 那個本來就會水漲跟著船高 那是一個必要 我們說蔡總統調心不對 馬總統會調 都來調基本工資 但我們看到 勞方的反對 有沒有有效的 譬如說跟勞方的溝通 看有些老闆說話 誰是聽不下去 說你如果要薪水去 你的基本工資不可以 就跟你說這兩項事情 就不一樣 經常拿來當地說 那實在是 我剛才講的自動化替代 我們等一下 時間可能不多 我們再多談一點點小細節 包括台灣的 我們談滿屆看的7-11 麥當勞 它早就在自動化替代 對啊 台灣的勞工這麼多 這不同的產業 有些人已經伺服業 流通業 什麼傳播業 什麼電子業 電子業可以分 很多不同產業 不是電子業都賺錢 有的電子業是 獲利很高 有的苦撐鑰匙 茅山道士 不一樣 所以很難全面看 所以賴院長說 紀委酒療法跟那個什麼 那個標靶療法 我是認為對的 概念是對 因為什麼 它建樹也要建立 看到整體趨勢 也要看到個別差異 我覺得是對的 希望發揮醫生的精神 不是柯批那個拿刀亂砍 好好下去 就好好做 我原則對的事情 我一定贊成 為什麼說這幾個產業 早就已經自動化替代 他們的庫存管理 對 過去是一堆人 在那邊盤點 這五個這六個 現在都完全自動化 你別看喔 一家店 少用0.幾個人 5000家的7-11 少用多少 500個人 很恐怖 很恐怖 你說哪有什麼 0.3個人 你把他乘以5000 這個數字我記不起來 很恐怖 台灣也不是只有他一家 還有多少的什麼 那些超市 那個什麼全家便利商 很恐怖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認為政府 在這個部分 還有救急 還有救根本的事情 要更去努力 蔡總統講說 這個靠5加2產業 這個產業轉型 我當然同意 這可以創造新的產業 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也可以因為產業結構的改變 可以讓薪資所得提升 絕對贊成 但是很多人未必能夠轉到 這樣子的產業來 這些人要努力 我覺得 我想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曾經我們也討論過 經濟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們坐在這邊 有來賓他覺得說 其實這種時候應該他覺得要忍痛 就是強迫你必須升級 那可是強迫升級 那其實會面臨到一個很現實的狀況 用更少的人 用更少的人 然後所以你現在有很多的傳產 他可能就立刻要面臨那個被消滅 退場 對 就要退場 那有人覺得說 不行 你就是要忍痛 你就是要咬牙撐過這一關 可是我真心覺得不行啊 那總是 那總是有很大的一批人 他可能立刻面臨失業 那社會的承載能力恐怕是不太夠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用出工業革命也是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很困難的是說 那個砝碼要怎麼調 那個步調 那個時間 你要怎麼樣子調整 我覺得那其實是一種因素 所以這個也是就是說 我們過去了 不好意思 這個對明顯來講說 對馬總統某些程度的不滿 所以我們希望說蔡總統 能夠有效的解決這問題 一個社會不能所謂完美的充分就位 一定有人在就位過程當中失業 我各位常講一個東西 一個人 不管你從事哪一個行業 你一輩子會面臨兩次重大的職場變化 第一個 是你原先從事那個行業的核心技術改變 以前排版不是牽制工人在排版 現在用電子排版 你說一樣牽制工人在哪裡 以前要打字機 以前要打字機 所以說我再開車 這個是一個沒有水平流動 也沒有垂直流動的行業 所以他只能開16個小時 來勉強維持他的生計 或是做養家活果 我知道很辛苦 但是那個謝金河 把這個拿來當作說 那很多的那個 那個去什麼 那一種夭食的都是 都是不願意工作 錯誤的比喻 這完全不對 謝金河這比喻是完全不對 所以回來看這個新的產業結果 我們當然希望產業能夠順利轉型 但是就像剛才那個時期提出來的 明顯來看 有很多世界勞動業 那基礎勞動業 他們的替代性很高 技術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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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研究所的時候 老師考一個題目說 很簡單 但是打起來很困難 一半同學都掛掉 請問你 在街头的主街女郎 不管是用女生作词 原文就是英文 在街头的主街女郎 为什么她的年薪 比一个MIT的建筑师来得高 请回答 其实很简单 背后 背后就是说 有些工作 牵到你的意愿 它的植栽风险 还有等等 它供给的虚有性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不能每个人就说 为了赚钱我跑去当主街女郎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们必须也回来看 就像韦哲一开始 有产业的问题 有个别企业问题 有个别劳动力的问题 很复杂 所以我鼓励 我也期待蔡总统 建树也要建立 不要勾勒美好的未来 从守住底线 把底线往上 大家都感到说 改变 The change is coming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这是我个人一直给蔡总统的建议 来 银行 我过去跟时期一样 我们过去当记者 我后来在此进修之后 我去世大念书 念研究所之后 我看了很多国外的期刊报告 我说完蛋了 像很多美国的报社 通讯社 是用机器人记者 机器人就可以发稿了 而且不是写一般的财经新闻稿 而有连特稿都能写 而且还没有错字 他可以写分析 我错字也蛮多的 我常常被校正 那我的工作 可替代性很高啊 我可以被取代 我那时候再思考 我要不要转行 就是这样子啊 我就说人生刚刚那个文佳哥也提到嘛 人生会面临到很多重大抉择 是不是要转行 我就说思考你未来产业 有没有被替代性 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刚时期有提到 现在蔡政府在推5加2 5加2的产业都是未来的产业 或现在在进行的 这些不是 这些不是过去的传统制造业 传统的制造业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你这些5加2产业都无法比照过去传统的制造业 创造大量的那个就业机会 他都是比较说那个比较高端的 或比较说那个智慧密集的 能力密集的 而不是过去的劳力密集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说个人这些就业的人 必须要你竞争力要提高嘛 比你包括生技啦 绿能啦 还有国防科技 精密机械 这些都要专业的能力啊 专业的知识啊 不过这你哪来的竞争能力 所以我觉得 蔡总现在面临到两难 你要这些要产业升级的时候 你就有产业升级之痛嘛 比如说你的传统产业退场的时候 这些有没有选票 有啊你这些怎么顾及 你用社会福利去顾 把他们cover过吗 还是说你用那个技职教育 把他们的技术升级 还有第二个我觉得说产业升级之痛之外 你的整个产业升级 第二个你的教育媒合的部分 我觉得台湾过去教育很多问题 譬如说我看到最新的数据 去年底 198所大学新生招生 是零 连台大 四个博士班 没有人注册 那问题出在哪里 四个博士班没有人注册了 包括社会学系 还有分子细胞生物学系 这些跟生意相关 为什么没有人注册 是不是产学出现的落差 所以政府要做的是这些 真的没有竞争力的大学 或没有办法符合竞争的 是不是要让他退场 政府愿意做吗 如果做不到的话 因为每个大学背后 都有他的相关的一些政商势力嘛 政府要顾及到说整个产业竞争 还是说顾及到选票 你让他退场了之后 是不是又影响到某一些既得利益者 这些选票就流失了啊 所以在经济跟政治之间 你怎么去拿捏 我觉得政府是两难耶 所以说产业转型讲得很简单 可是实际做起来 真的有他的难度啊 对 我觉得产业转型之前 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叫做 政府必须先转型 一个没有转型的政府 绝对不可能带动产业转型 没有转型的政府 不可能带动产业转型 我们的整个中央政府的设计 跟他的决策模式 跟他的执行模式都要改变 从李前总统的民主化 到陈宁总统 马前总统 到现在蔡总统 这个部分是交了白卷 很多民间都说 没有转型的政府 说要带那些 参业说你去转型 要笑死人 你自己就没有改变 要叫别人改变 这很奇怪 我讲一个东西 经济部正次广明星说 5加2产业带动产业升级翻转低薪 可以见效 他说他从要过去代工的充量的迷思 因为过去是代工以量取胜 但是利润很少 劳工难以分享这些利润 没错讲得非常好 所以他提出几个不同的见解 这个我想云友们可以在上网 自己去找这篇文章 导入智慧制造降低成本 让订单能够增加 亚洲矽谷 能够翻转一个新的视野 吸引人才回流 OK 这是亚洲矽谷计划 推动的组织架构 12345 行政长 法治长 投资长 人资长 技术长 我有个朋友在这里面认识 也是某个长 就他一个人 下面其他半个人都没有 也就是有官无兵 这些人不懂 他说如果有人需要我帮他做产业媒合就找我 所以有点问题 一样有问题 产业要改变 政府的结构没有改变 这种空洞抽象式的结构 根本解决不了产业创新的问题 利益良好 但没有好的做法跟上去的话 最后也是空环洗衣场 再进一段BC啊 BDP的成长就业率以及股市的表现都超过预期 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美国企业 可以跟台湾的企业一起来结盟 一起来努力的方向 比如说台湾现在正在借由我们的5加2产业创新计划 跟我们的新来向政策 来推动产业跟经济格局的转型 那么这个当中应该有很多 我们可以跟美国的企业 主要的企业合作的机会 那么过去一年 台湾的GDP的成长就业率 以及股市的表现都超过预期 那么更重要的是 在创新绿能跟国防等的产业里面的新投资 也在增加 那么我们也透过这些计划 正在创造更多优质的工作机会 OK 总体经济学在这几年 创造出一个新的名词 其实不是叫创造 它从实物观察中创造了一个名词 叫做复苏型失业 我说经济不是复苏怎么还会失业 因为经济复苏要透过什么 最新的高科技 来创造经济的成长 那高科技一旦介入的话 传统的劳动力就会被逐渐的退出劳动市场 所以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我们要产业升级 但是要维持充分的就业的话 这需要大智慧 我只能喷喷口水 我连骂人的资格可能都没有 真的希望政府 有为的政府 有能力的这些 受高学历教育的国家的精英 带领苦难的产业跟劳工走出一条路 常讲说GDP年年成长 为什么薪资没有跟着成长 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产业结构 我们是台湾接单海外生产 那些真的帮国家创造大量GDP产值的企业 都是台湾接单海外生产 你是典型像鸿海这样的公司 包括那些ICT产业 那这些GDP的呈现变成什么 企业利润 那是郭台铭 还有什么股东获利 他的股东们 你有他的股票才可以 劳动薪资在GDP里面 是蒸发掉很多的 所以怎么去改变 所以我常常提出一个辩证 不好意思 如果劳基法的修正 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变 我第一个出来提 我第一个出来提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或是说中间有些说明 没有说明的话 请有利人士 有聪明的人 负责的人 把他说清楚 我这边有一个赵文衡 他是台湾经济研究院副研究院 他是马里兰大学的 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 他有一篇叫做 我鼓励所有的云友 把这篇文章download下来 花点时间把它读一读 读你在这篇文章里面 你身处在哪里 你是哪一个产业的人 你在这个产业里面 是哪一种企业的人 你在这个企业中 又属于哪一种的人 你的低薪的困境 的现况是什么 Where you are Where are you now 你在哪里 那未来你要往哪去 Where are you going to 从这地方好好去读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他讲到几个 台湾的低薪现象 他的分析 他讲到说这个 各行业 各分业的薪资成长的幅度 薪资成长 不是没有薪资成长 是有的喔 那你看 成长最多的是 电子零组件製造业 50% 金融及保险 自从2001年到2015年 15年来 电子零组件製造业 成长50% 跟我们的理解很接近 你强很多代表性的产业 很久了 那你看哪些没有成长的 不动产业 资源服务业 食品制造业等等 这个服务业包括 其他服务业包括 个人及家庭用品维修业 美髮及美容业 其他个人服务业 资源服务业等等 那机械设备制造业 电力制造业都没有很高 那全体产业的平均值 是落在16% 你这十几年 你的平均成新资长率 有达到16%吗 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很可能你就是在 平均水准以下 平均水准以下 可能你选择 不是说你选择 就我没有办法 这个产业的竞争力 可能获利能力就比较差了 所以先看看你在什么地方 那里面有些详细的小数据 很有趣 服务业雇佣人数约420万 比制造业多出148万 就相对领低薪的人 都在服务业 这就是产业结构 没得了解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把服务业的人 引导到获利比较高的制造业 第二个解决方法是说 那低薪的服务业 有没有可能 加薪的可能性 这个都是要麻烦 总统 院长 还有你的专业幕僚 不能画一个大的美好未来 我2020要怎样 我常讲把底线 这个就是底线的精灵 要怎样把老百姓来处理 给我们一个希望 我今天做美髮美容业 我贪的钱没多 但是政府现在怎样做 让你未来有一个阻碼 让你跟她携帽跟她生孩子 有一个美兰的家庭 我觉得政府要去努力 那这部分 我再啰嗦一下 他说各个业 各业的低薪问题 跟原因都不太一样 他包括牵扯到说 产值 产值劳动的生产力 你个人的竞争能力等等 这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那这也提到说 过去这些行业 你看 这个 有些行业 他薪水 比如说这个 其他服务业 他平均的月薪是三四一四五 他救援人口有这么多人 各十百千万 这么多人 四几万在那边 好 那你看 这些低薪的行业 薪水低的 救援人口都非常多 那你回来看 有没有高薪 有啊 这个高薪的 五万八千多月薪的人口 就 救援人数就比较少 也就是说 他呈现是一个 多数的人领低薪 但还是有少数人可以领高薪 那我不是说去剥夺有钱 那是你的本事 重点是那些低薪的人 有没有改善之道事情 我觉得那个要引导 就是要有一些配套 怎么样子使他们 可能可以转业 因为服务业坦白说 是一个比较入门 比较没有门槛的行业 很多大学生都想去当新政主任 对 然后所以 然后有一些 譬如说我们看到什么美髮 美容啊 然后有一些产学合作 他可能就是用时薪 或者是用洗一颗头的颗数来算 哇 那个就真的蛮惨的 可是设计师的薪水又很高 那两种 设计师其实还有分很多种 所以里面有些图表型是说 还有分很多种 就算你在这个低薪行业 可是里面有叫管理阶层 或是技术专精的人 薪水就很高 可是下面又很低 那落差很大 所以就说 我看两种很复杂 我不是说一句话打死错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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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东西还蛮乱的 那所以我觉得 当你要辅导他们 可能可以转型 因为转型之后 你的收入会明显增加的话 需要一些配套 譬如说 你辅导的便利性 是不是这些辅导就业的这些管道 又很通畅 然后又可以有一些补贴 然后让大家更有意愿去做 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需要比较多的其他的东西 来诱使 用政策诱导他们 可以转到那一方面去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刚刚我们也提到 文家也一直提到 分配的问题 的确分配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大老板可能赚了钱之后 他有没有分配给这些员工 还是说只有他买他股票的人赚钱等等 不只是这些大的企业是这个样子 就是很多公司 然后台湾的整体现象就是 有钱的跟一般我们领薪水的人 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然后所有的税负都在我们 集中在我们这些一毛钱 都逃不了税的那些人身上 所以税改 我觉得的确很重要 这是接下来立法院 韦哲你们在立法院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税其实是一个可以调支的 那个调支就是让台湾的 让整个社会的财富有一些 拨向往平衡的方向去拨 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责任重大 非常重大 真的很重大 对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说 譬如说我们的 这个一般上班族的薪资扣除额 可以增加 我觉得这是这是对的方向 是 好是 让有钱一点的人 多负担社会的一些 就是你有能力你多负担一些 而不是所有的税七成以上 都集中在我们一毛钱 都逃不掉税的人身上 然后 对 所有的压榨 都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的时候 我会觉得 那个相对剥夺感会越来越重 那个社会的不管是冲突对立 或者是不和谐等等 这些都会是隐藏的原因 对 刚才讲到相对剥夺感压榨 这关键字 我们稍微轻松一下 今天议题真的很沉重 这个大陆有一个叫 八粒玉米汁 他说一瓶里面有八根玉米 他的文案听起来蛮讽刺 他说榨干我 碾碎我 揉捏我 原汁 营养不流失 我还是原来的我 OK 被压榨到最后 还是那一颗原来的我 没有任何成长 刚才明显有提到一个 我会讲这个数据 也是这位赵老师所提出 也就是说企业获利跟薪资成长之间 有一个叫做利润薪资转换率 好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 1991年到2001年 我们生产力就是薪获利 它成长63个percent 可是薪资涨了57个percent 所以它比例是0.9 比如说家属工企业 有10块有9块可以拿来 帮员工加息 我跟着企业的成长 我也随着 新涨船高 那是制造业 服务业生产力62 薪资涨54 所以是0.87 Average是0.85 这是1991到2001年 好 我们看2001年 台湾快速民主化时代 我们政党在轮替 陈年总统 马贤总统 他现在蔡总统 2001到2016 生产力更大幅度成长 因为新的管理技术 新的很多好的方法 让生产力持续的142 来 我们看薪资成长多少 23 就是发生什么事了 后面 这篇 这篇有很多的讨论 我们节目时间真的很难 说我一滴一滴跟你念 OK 成长只有0.16 好 服务业38 因为它的科技导入的全面性 不像传统制造那么多 或是高科技制造那么多 它只有12% 低到它的0.3 所以你说 制造业赚那么多钱 薪资比例 没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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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条件很高 公司这么担心 股票最高价 都是这些公司 大力光的起薪只有2.6 大家买到1个 买到1个 没刚好 4千几块 一张四百几万 买不到1个 五万 服务业赚得少 大概0.3 平均0.23 如果1991到2016的话 制造业0.32 服务业0.59 大家反而光 ICT产业价探紧 但不是全部 因为ICT产业也很大 有的大公司 有的小公司 有的是毛山道士的公司 所以我们很难 从一个全面性角度去看 但是这个表 告诉我们是说什么 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那这个学者他有讲到说 他有讲几个观念 很简单 我再请韦泽回应此 他说第一个 获利集中在少数的产业 所以你看平均值会失真 对吧 我们这四个 可能明显的公司赚钱 我就没赚钱 但是赚很多 但是我在平均值下 感觉很像我杨文嘉公司 也赚钱 事实上我可能在赔钱 只是明显赚很多钱 拉抬了我 所以说获利集中在少数产业 这个就是院长要回应 那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产业 赚钱呢 我们台湾人不能全部都去 鸿海上班 全部都是台积电上班 我可能还会在家家 拌拌面那边煮面 如果我是这个人的话 我怎么帮他们 这是院长未来要回应的 不是美好的未来 是当下的这个具体 可感受到的改变是什么 第二个 低薪的工作暴增 刚才实际有提到 那个 就业门槛低了 也没有什么水平流动 也没有什么垂直流动 做十年也是这样 没有什么新技术 水平有没有 跳进那家公司 薪水也不会增加 一样 所以低薪工作暴增 这个也要请院长 总统帮我们想想办法 包括他后面讲到有几个 我们刚才可能没有提到 比如说第三个 这个我很关心 第一个非典型就业与愚工 南科最多 非典型这种劳动派遣制 拜托 是在陈前总统任内 尤锡坤当院长 陈局当导委会的时候 开始让他们做这个东西 有没有时代的需要 有 我不能说没有 当初开放的时候 民进党两个人反对 王龙章跟简席皆反对 整个党全面没有声音 我真的很生气 他背后的无穷无尽的一些 我想罪恶 该是记在谁的账上 这些人为什么会把 台湾整体的薪资拉掉 你看大部分 这些人 企业为了降低人力成本 大部分以部分工时 部分工时 临时工人力派遣等 非典型的方式雇佣劳工 对于这些非典型劳工 企业通常只需要支付 其实做的工资 而不需要分配红利 对低技术劳工一多仅支付 最低薪资 因此越多非典型员工 取代正式员工 上述的转换力就越低 整体的薪资就无法提升了 韦哲 我再提醒一下 未来的台南市长 南科最多非典型就业的 比中科 比竹科都还多 第四 未分配盈余增加 这先到世纪讲 那个税制的问题 很多未分配盈余很多 你不能说这老板 你只要钱不得赚也不能 因为有的产业 比如台积电 他赚的是那么多钱 你说为什么一大半 不拿出来给员工 不行 他如果不再投资 他明年订单就没有了 所以我不是说张忠谋 你好小气 我不是意思 他也够大方的 所以每个产业之间 所以不是整体弹性 而是什么 各别差异 一旦赋予 一旦赋予整体弹性 很多人就躲在整体弹性下面 鬼混 要个别检视 对 我为什么对民进党的说 整体给予弹性这个事情 我深深不以为然 很多牛鬼蛇神 就在整体弹性下面鬼混 大家在摸摸手 我们应该讲个别差异 你可以做到 为什么没有做到 你做不到我帮你做到 我再讲一次 你可以做到 你为什么做到 没有做到政府介入 你做不到我来帮你做到 我政府关心 我希望这样子做 但啰嗦讨厌 但是真的要请政府在这边努力 或是未来的市长 多去做一些努力 回到韦哲 问题这么大 口水喷这么多 情绪拉得这么高 很像具体的方向 还在需要立法院跟行政部门 好好 而且我觉得不要变成行政院的立法局 把你们在民间的各种问题 勇敢的丢给院长 我看到这个 麻烦你来解决 现在的情形 刚刚主持人讲了 事实上是有多 蛮多 是不同的面向的问题 简单的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 过去啦 应该说三年前 两年前 很多年轻人毕业上 第一个应征想填的志愿是什么 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是很高的 这个技术门杆没有 所以说这些很多 常常这些位置 将来很短的时间 那些人就会被取代掉 好了 当他没有行政助理做的时候 他要需要什么 之前 政府有啊 政府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他说证照 看他现在连证照的 有证照 你现在出去很多科大 科技大学 十几张 对 十几张的证照 那你看证照眼花缭乱的时候 老板真的有办法去 去评估它吗 所以政府一方面要面临 有些结构性的产业 或结构性的位置即将消失 你要去努力替这些消失 可能会消失的位置的人 去找一个位置 而且他们可以升任 那也要把他们就业能力升级 另一方面你刚刚提到了 这个移工跟那个 跟这个派遣 非典型 非典型劳动 非典型劳动 南海也很多移工 很多派遣 日本也很多移工 对 魂在影也说要限制 甚至于我们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派遣的观点 是日本代工 跟日本学的 没错 那企业当 企业要从移工 从派遣里面找利润的时候 某种程度就直接打压了 这个 这个我们本地的劳工的工作了 不管是工作机会 或工作的薪资待遇 通通都打压到了 那您刚刚又提到这个 企业的所得盈余要不要分配 这也分很多个案 你如果像张松某台积电 那种高科技的 他不继续投资 他都死了 他10奈米不投资 7奈米 7奈米不思考5奈米 5奈米不在思考 都是百亿美金的 3年后 5年后就看不到台积电了 不要说多久 所以说 这部分是我们必须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金融产业 或是有些 譬如说不动产 或是有些 他并不是那么样子的 每年的所谓的R&D 占那么大比率的 他的所谓的企业盈余不投资 不出来拿出来分配 就消略不过去 有点说不过去 为什么 他不拿出来 因为现在修法 我们现在修法 就要逼得他拿出来 可是他现在 不管是促进产业升级条件 他就要压迫你说 哎呀 要给企业什么升级环利 好的生存环利 就如同主持人您刚刚讲了 他躲在整体里面嘛 可是他事实上是不需要做R&D呢 他也巧立明明 弄一些奇奇怪怪的R&D出来 说我这个所得要抵减 我这个东西要算入 不分配盈余 这怎样怎样 所以说造成 我觉得其实造成 整体的产业很大的困扰 因此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同意主持人您刚刚讲了 要个别产业 甚至个别企业去 去审视说 你这样子的所谓的 不分配的盈余是对的吗 而且分配是什么 除了分配股东之外 一定要依法保障 一定的比率要分配给员工 就是说你 就每年 这个要过零售 但是不是说要冬斗 不是冬斗也不是秋斗 就要跟老板去赎你 他说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 连台塑系也要跟员工 要跟董事长沟通一些 那长龙现在就讲说 我给你四个月 为什么要打击 可能是有另外有企业的思考 可是重点是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 要有一点法制化 什么叫法制化 不是说每年跟资方好一遍 那个底线 就是说 你有至少有多少的企业盈余 要来分配给员工 所以那你剩下的 要给多少 给股东 多少给R&D 那是你自己的 那至少员工的部分 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制化入法 我刚刚讲说 每个人一辈子的职业 会面临两次重大变 一个是说 你原先的那个 行业的核心技术改变了 第二个是更惨 你原先从事的行业不见了 没有了 你像Amazon 像全世界的零售业 最大就是Amazon 它已经在新北市 也开了这个 发货中心 但是沃马就不行了 等等 OK 你知道 这个行业在美国 也制造很大的困难 够不够新 够不够大 都最好的 失业创造更多 为什么 以前捡货都是人 它现在都完全用机器手臂 然后它在哪个地方开 附近大概 现在听说是200平方公里里面的失业率 都增高5-6% 很 就是这是很无奈 我不是在骂人 长期亏损 对 我不是在骂人 我不是在骂人 而是说这个东西要 真的要有个大决心 跟大智慧去解决 彭明辉老师 这个我们很敬重他 他本身是学工程 可是讲起这个政治经济 有一套工程师的一种很独特的犀利 跟他的评价方式 他有讲一个东西 他这边文章 他讲说低线问题面面观 请朋友们在时间有限量 自己去网路上搜寻 他有个讲法 他说有趣的是 台湾经济学的主流论述 总是把小而美的政府挂在嘴边 却又经常忘记问自己 怎么样的政府才是美的 什么政府才是美的 根据芝加哥学派的主张 台湾这几年 几乎都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当道 在主导我们国家的总体经济政策 美的政府就是不干预市场价格 但是要尽责当公正的裁判 美的政府是不干预市场价格 但是要尽责当公正的裁判 这公正裁判的角色才是一个美的政府最重要的价值 那我觉得公正的裁判就是什么 守住底线 不会让底线往下滑落 形成一步一步向下沉沦的滑坡效益 你确保市场公平竞争 市场所有的优势都取决于优胜劣败的机制 如果没有确保公平竞争 市场机制将会被扭曲 成为什么优败劣胜 所以我再一次让大家辱骂一次 我为什么挑战民进党的劳基法再修正 它一不小心会变成什么优败劣胜 它促进产业改变的正面动机没有了 又回去鼓励大家 从事那个过去不愿意进步 不愿意成长的路径依赖 这是我片面的观察 希望大家来挑战 批评我 来那个明显 我们时间所振不多 麻烦你做30秒的结论 我今天是提醒蔡政府 如果未来的方向 产业方向明确的话 就要去做到底 比如说过去尤锡坤执政的时候 有两兆双星 LED 滴润 那都是很烧钱的行业 那未来已经确定5加2产业 包括绿能这些 这些如果要做的话 势必传统产业可能要退场 失业率可能会提高 那这是转型的阵痛 那这些政府就要去 有魄力有决心去做嘛 否则如果转型又是一个 又是又前后有余的话 我就最后转型 没有转型成功的话 那台湾还是看不到未来 年轻人的低薪 还是没办法解决 是 这边有一个实际回应的结论之前 我们过去讲20万劳工轮班 不用 雇主坚持引进外劳的理由何在 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用外劳来替代本劳 但是劳固双方说法不一 这个资方说 你就不想做那艱苦的事情 所以我只要找多少 但是这个劳方说 你给我们的劳动条件 都不愿意改善嘛 对不对 叫我们在那边受苦受难 我何苦来栽呢 这个3K产业是日文的 这三个K 包括肮脏危险辛苦这个行业 这也是拉低我们整体国家 薪资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 产业的雇佣现象 这也希望政府注意到 看到 说到 而且要做到 来实际慢慢 30秒钟结论 非典就业那个部分 我希望说政府接下来 真的好好要整顿 因为我前几年听到一个 就是在跑新闻那边 东混西混的时候 你知道我发现立法院 不知道哪一个部会的 国会联络人 他其实是派遣公司 然后我想说 你国会联络人 怎么会用派遣公司 这实在是有点夸张的 那我觉得政府单位 如果你要整 就是这一块 你真的要好好整顿 而且你要做一个 带头示范 就是这么重要的位置 你不要用 约聘工的那种 政府带头做 对你的带头立竿 慢慢就会见影 不好意思 10秒钟回来做结论 是 下次如果碰到国会联络人 偏人机器人 也不用太意外 那你以为变机器人 这个政治会不会被替代 OK 好 这个Naomi Klein 是一个很有名的社会观察家 她关心全球化 带来的后遗症 她说Politics is a vacuum 就是说政治 或者政治讨厌一个真空 她讨厌真空 她会 Fill with hope 她会用希望去填满它 有些人会用恐惧去填满 这个政治真空 但真的是用恐惧跟希望吗 我真的希望 是一个扎实有料的 一个政策 来填满这个政治的真空 最后再提醒蔡政府 青年贫穷 不是为衰退所苦 而是被繁荣所害 这句话 仔细咀嚼再三 在迎接繁荣的 新的经济年代的时候 青年贫穷 会不会被繁荣所害呢 我是变远天空室我家 云端出演线 免疫同时间 云端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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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